哈囉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帶來一個全新的遊戲叫做 State of Decay 2 腐爛果獨2 那我們今天就 來開一個新的進度吧 那我其實也還沒有認真玩過這個遊戲 不過難度的話我們就直接選夢魘好不好 好這夢魘比較快 那人物的部分他其實內建也有選 就是內建有一些人物嘛 就有什麼最佳損友啊 分手宗師啊有的沒的 那我對這個分手宗師感覺比較有興趣 這個體質好像比較高 而且有一個叫強姬的還有化學 後面還有什麼非典型電 不過我們今天就玩玩看分手宗師吧 好吧這兩個應該是百合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角色怎麼樣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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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喔! 啊! 好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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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頭邊去跟著我們 come on! 45��, 放快,我們出炒來 好的那前面就是一個開場動畫嘛 那現在其實就是一個新手教學階段 那我們就先照完他任務做吧 他說要進入難民營嘛然後 殺死面殭屍 那這一代的話其實我有玩過他上一代啦 就第一代那一代的話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還是我心目中蠻家座的就是 應該不能說家座蠻優質的一個殭屍作品 有一個末日題材 因為他在發展上都會有一些那個 隨機性嘛然後 你的居民死的是真的會死 所以我覺得這玩起來蠻有意思的 那這邊就是一個 搜索的過程啦 稍微帶一下給各位看好了 總之他就是會有分一些 近戰武器嘛遠程武器嘛 然後搜索的時候如果你搜索太快 其實會這個 發出噪音 你按Shift可以快速搜索 可是如果你 一直快速搜索的話 其實是有機率會發出大量的噪音 那旁邊的殭屍就會被你吸引過來 OK那我們就把這邊的物品都收一收吧 那我們繼續走的話找到了好像 營地吧 找到一個營地 所以我們進去看一下 鎖住的門的話是可以用撞的撞開 然後他也有手電筒 按F就可以使用手電筒 這地方也蠻黑的齁 這裡進不去所以我們就走前面看看 應該就是往前面了 撞開 喔 我們的強機 好不好被 紅眼的殭屍抓了 我們幫他解圍一下 沒有問題 要把門關起來 是嗎 他被咬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發現了廣場有一大群殭屍 所以這邊是教你說你用潛行慢慢的繞過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遊戲也是有暗殺要素的 我們只要偷偷的潛入殭屍的背後按下1就可以直接秒殺 就像這樣 OK 那這樣子其實比較省耐久度 因為武器有耐久度的 如果你耐久度爆的話你的武器就沒了 我記得這好像是尖叫殭屍吧 沒錯 這個會把旁邊的殭屍都吸引過來 然後上面有一個哨站我們趕快過去吧 趕快擺脫他們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civilians were dispersed days ago we thought the army might have food what happened here anyway orters from the top the brass pulled the whole operation the army's gone period except for a few of us who stuck around to protect stragglers like you not to alarm you but i feel like i might be dying here what are her symptoms she was bitten by this bloody zombie i think maybe it's infected i've seen this before it's more than just an infection there's a doctor at the s&b find him tell him i sent you don't sweat it 好那我們就去找醫生吧 他說在那個豬牛餐廳是不是 Angus醫生 然後我們就循著路就找到了 很快 我們看看要怎麼樣解決這件事情 hey that's what bit me one of those bloody ones say hello to the zed latest gift the blood plague it just burns you up from the inside but you can keep that from happening to me right yeah yeah calm down already hey you come here 所以看起來 叫我進去收集一個樣本然後說我有手電筒所以可以派上用場 這 這理由真棒 裡面就一個箱子應該是這裡吧 寫意樣本有四個OK 對 用寫意樣本治療是不是 我們把寫意樣本給他吧 No cure damn I need an infirmary to culture a new dose Hey doc things are looking bad out there The noise brought enough zombies to overrun the perimeter The gates are coming down It's time for us to go All of us You know I can't leave Terry If you stay I have to stay Then we both die Terry's gone But this woman still needs your help I know you're right Just Give me a second I understand Don't take too long I need your help 需要幫忙OK 我猜他應該是要我幫他解決他 那我們就拿他的槍幫忙吧 那這對我們來講是很輕鬆的 不過這也是教學的一部分所以 我們把槍給裝上 直接把他斃了吧 輕鬆 好那現在就是 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應該就是結束我們的新手教學 所以我們就可以 開了輛卡車 跑出我們難民營 正視我們的 末日生存 如果我們合作 我們可以 抗議任何事 這個地方 拜託,抬上來 它應該保護我們,至少許稍後 沒什麼要看,但它必須要做 好的,然後... 你怎麼做? 我肯定我感覺更糟糕,但... 我不知道當時 好啦,總之就是你朋友現在被咬了嘛 所以他就是成為一個血液患者 那血液患者的話 你是必須要幫他找解藥的 那解藥的話,會需要那個什麼 血液樣本的樣子 那...總之,如果 被咬到的人,如果換離 換離了這個血液的話,你是必須 把它丟到醫務室裡面,把它隔離起來 就像這樣,我們就 先把它... 丟上醫務室,那這個遊戲呢 同時你是可以操作不同角色的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 角色的之間切換 那他們自己之間也會有不同的能力啦 所以就看你... 習慣用什麼角色吧 好啦,那...反正我們也知道的 就是要去找解藥喔 我們就直接去說他...這個什麼... 目擊到血液殭屍的地點 我們很快就找到了加油站 就...剛剛他說目擊到血液殭屍的地點嘛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混進去 利用...暗殺,慢慢摸進去吧 我們並不希望...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是進去就一陣爆砍 尤其如果你想要做這種... 如果你真的想要進去互砍的話 就是大砍一頓的話,我勸還是 是最好帶個夥伴啦 不過現在我不知道...這一帶夥伴是要怎麼樣帶 總之...現在單打獨鬥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利用... 暗殺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找到了一個空隙 這好像沒有掉血液樣本 那邊還有兩個血液殭屍 所以我們再去找一下 同時左上角還會跟你講這個區域的... 搜索的容器還剩幾個 這還不錯 不用自己慢慢找 有一個血液樣本 血液樣本就是這些啦 紅色眼鏡的就是血液殭屍 你打他是有機會掉這個樣本的 最後一個殺掉 看起來只掉了一個 所以... 沒筆就這樣子了 好... 那...這個路沒有很遠齁 第一個加油站 因為一開始探索都是在附近啦 所以... 不會太遠的 我們趕快把血液樣本帶回家 這個血液樣本丟進去 其實就是製造這個啦 他是什麼 五個血液樣本 然後才可以製造一個解藥 所以其實還蠻貴的 你看看剛剛打三個才掉了一個的話 照這樣子下去 可能不是那麼好做解藥 所以還是要小心 那當然還有一部分 是因為我選擇的是最高難度啦 所以那個物資是比較少的 嗯... 這樣子就可以做一個解藥給他 好... 因為如果你不做解藥的話 他早晚會死 就是... 你不殺他的話 他是會擴... 擴散那個... 病毒 所以... 之後如果你有角色被咬的話 你一樣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最好平常就... 有習慣去做這個解藥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做一些新的任務吧 就是... 瑪莉亞說... 希望我們去清除那邊的區域嗎 就... 我們就去看看吧 好... 那一樣是... 沒有到很遠啦 反正就剛剛那個地方再往前一點 好像是加油站 是加油站 剛剛那個地方好像比較像工地 這邊惹到一個了 不過沒關係 一條一的話 目前...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難度 我們... 就直接把他解決掉就好了 我們觀察一下 Oh no... 這邊有尖叫殭屍 我看我們能不能繞到他後面 呃... 喔... 完了 哼... 這看起來不太妙 快點跑吧 這附近殭屍會全部被勾引過來 不過... 我們這個角色的這個耐力 體力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跑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不然... 這個狀況... 應該是不可能一個人挑這麼多殭屍 好啦... 狀況應該比較穩定了 我們剛剛在附近稍微收了一下東西 那我們就邊收邊進去 看一下... 怎麼解決這一個感染區 因為感染區不... 不解決的話 據說是... 遊戲說... 遊戲說明跟我們講的 這個感染區不解決 他會繼續感染旁邊的社區 所以這個... 斯派羅... 斯派羅戰 我們應該要把它清掉 左上角有寫 裡面有六隻殭屍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摸掉吧 這邊找到一個機會 先把這個胖子也殺了 然後... 這個樹後面還有一個 我們也把那個樹後面殺掉 一面... 外面的殭屍看到我們 那目前看起來 你只要在潛行狀態 殭屍發現你的距離 是真的非常近 所以不用太擔心 應該都是可以摸到後面的 OK 這裡有好機會 但是旁邊的胖子殭屍 突然跳出來了 直接跟他幹吧 這邊一挑一應該還行 喔唷 還好還好 大砍刀還是蠻給力的 這個殭屍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還剩三個我們看一下 吃個補血藥 跟他...跟他包扎了一下 藍色是你的體力啦 然後紅色是你的血量 好不好 跟各位講一下 呃...胖子殭屍出來了 你看這個偵察範圍其實 你蹲著的時候好像還蠻短 看起來他們排了一整...一條...一陣...一個行列 所以我們從後面殺回去 OK 好啊 被這個看到了 沒關係 把他解決就好 一條一的話胖子雖然血比較多 不過還可以 OK 感染區 就... 不控制的話會加以擴散 總之就是先殺死尖孝殭屍之後 再把剩下的殭屍解決掉 然後你就可以 舒服的探索裡面的物資了 好像這個好像我記得是那個 物資啊 就是你可以 繳回去那個主基地裡面去增加 營地的物資吧 對 那我們這裡就成功的清除掉了 那剛剛那邊的話 我們把前哨戰給 建立起來了 我們就走下一個任務吧 下一個任務是說 要我們去找一些 建材 建材 那 前面那個目標物就是我們建材的位置 這個角色體質蠻高的 所以 還蠻不錯的 好像被發現了 不過還好啊 這種野地的話 不用太擔心 大部分殭屍不會那麼靠近這麼多野區 就會只有一兩隻過來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一個月解決掉就好 前面這邊好像還有一個 這遊戲對聲音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程度的 你聽到聲音的話 因為就會蠻清楚 旁邊有殭屍 好那這個營地的話 是吧 製住倉庫 我們把製住倉庫裡面的東西收一收吧 然後這邊好像還有一些殭屍 那你聽到聲音就先打吧 有時候快速搜索 你還是可以稍微偷一下那個進度 OK 這邊有個箱子 不過 我們應該要先解決來的這一隻 好 那沒什麼問題 這裡應該是有足夠的建材 我看一下 有 找到建材資源 那什麼 什麼便携 有的沒的一些 我們就把他都帶回去吧 反正 這邊有說明吧 你就有五種資源 然後 帶回主基地就可以 囤積資源 對 然後 他說前哨站也可以拿來生產資源 所以 如果你找到像剛剛我們那個加油站的話 你把它做成前哨站 好像就是可以固定產資源吧 大概這種情況 那我們現在拿了一包這個箭材 我們就可以 回我們的基地準備建設 因為這附近都不算太遠 所以前面的話 前期的任務算是比較簡單 等後期 真的要去比較遠的地方的話 就可能 要小心一點了 因為 這個最高難度到後面的探索難度 是真的蠻高的 就我上一代的經驗 他說的資源被囊就是 丟到倉儲措施 不是你自己的倉庫 總之就是 把他放在基地中的倉庫設施 這樣你才可以利用你的 這些資源去造出新的 這個區域 就是工作區域或是什麼 好 那我們就來造一個 設施吧 就 目前還有一點教學啊 那我們就造他教學做嘛 他說要修一個工方 那工方的話就是可以 回收零件啊 修理武器啊 有的沒的 就我這邊都有寫嘛 工方可以解鎖新功能啊 可以生產東西啊 製作重要物品啊 所以看起來他就是建議 我們先造這個 我們就先造這個 你也可以看到 在修工方的時候 是實際上會有個進度 而且你的NPC會過來 做一個建築的行為的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前哨站 還有旁邊剛剛清理出來的一些區域 那我們的工方就完成了 剛剛工方完成的話就是 讓你可以 維修東西嘛 然後做新東西什麼的 然後我們的 進度也是 稍微往前推進了 所以呢 今天呢我們就先到這邊好了 好我之後還會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記得不要吝嗇 按下讚 讓我知道你喜歡這個節目 啊這個 復蘭國度2的冒險的話呢 我們還沒有結束 我們就期待下次再見面囉 那就 喜歡這頻道記得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好